大家好,我是Data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個加速了整個世界運轉速度的法則 就是80-20法則 因為80-20法則可以令大家做起視想, 超級有效率 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應用和推廣 其中美國矽谷一眾的創業天才 就是80-20法則的丹克粉絲 其實80-20法則發明了百多年 在1897年,巴列圖留意到社會大部份財富都會流入少數人的手裏 而人口和財富存在了一個八義的比例 就是八成的財富會掌握在兩成人的手裏 80-20法則可以應用在各方各面 例如八成公司的利潤是來自兩成最有價值的客戶 八成的工作時間會集中在兩成最麻煩的客人身上 政府八成的稅收是由兩成市民負擔的 整整一百年之後 在1997年才有第一本書 是有系統的介紹這個法則給公眾 令到世界認識到80-20法則的威靈 這本經濟劇主就是80-20法則 商場獲利與生活如意的槓桿越利 就在這本書推動之下 世界開始廣泛應用80-20法則 書中提及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關鍵少數和無用多數 在很多事情上 我們應該注重關鍵少數 而放棄無用多數 例如我們應該專注在最有價值的20%客戶 因為它可以為公司帶來80%的利潤 相反其餘的80%客戶 已能夠帶來僅僅20%的利潤 同時會消耗我們大量的工作時間 專注在最有價值的地方 減少大量而無價值的工作 你是會有更加高的生產能力 而公司也會有更加高的利潤 80-20法則最強的威力在於可以加碟運用 即是表示2乘2乘4% 8乘8乘64% 單單是4%的X就可以佔據64%的Y 即是表示最高利潤的4%的客人 就會貢獻64%的利潤 如果你專注在最重要的4%的客人裏面 令到它的生意增加 你公司利潤就會增加 如果你研究出這4%客人的特性之後 再繼續開發這麼高質素的客人 你公司將會脫胎換骨 一週工作4小時的作者 就是80-20法則的戴客粉絲 他在書中提到他把80-20法則運用在 找客、日常工作、廣告、加盟商各方面 在4個禮拜之內將生意增加了1倍 公司時間由1個禮拜 要做80個小時減到15個小時 而且他做得很快樂 整個人又樂觀又自在 80-20法則還有其他很重要的應用 將會下次繼續講 最後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